俄罗斯一架载有71人的飞机从莫斯科起飞不久后坠毁,在莫斯科东南八十公里的郊外。 据官员对俄罗斯媒体说,机上所有人员巨线全部遇南,该航班隶属于SAR、拉托夫航空公司,SERATOVERA LIES机行为LDQUO,R148RT,该飞机在当地时间周日11日下午从莫斯科的多莫节,多莫机场,DOMODEDODOAIRPORT,起飞,飞往奥尔斯科市。 从图片显示,飞机坠毁,在白雪覆盖的田野间,塔瑟社引述官员的话说,附近已经找到了一些遗体。 机上共有65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,俄罗斯总统普京向遇南者的家属表示慰问,并宣布对洪南进行调查。 根据俄国一家网站引述为居民调查人员的话说,飞行员跟报告机械故障,并要求紧急降落。 据悉,飞机在起飞后5分钟,就开始,以每分钟1000米的速度下降。 随机从雷达上消失,俄国空蓝盘点俄罗斯航班安全记录,可能不是世界上最好的。 以下是过去几年,涉及俄罗斯航空公司的空蓝事故盘点。 Mibit,2016年12月25日,一架图154军用飞机坠毁在黑海,机上92人无一生孩,据说事故的原因是飞行员的人没错误造成的。 Mibit,2015年10月31日,一架俄国空客A321坠毁,在埃及的西赖半岛,机上224人全部遇南。 伊斯兰国组织声称,他们在飞机上放射了炸弹。Mibit,2013年11月17日,俄罗斯达达斯坦航空公司,一架客机17日,晚坠毁,机内50人全部遇南MIDDOT。 伊斯兰国组织声称,2012年9月12日,俄罗斯一架安德28型科机,在远东勘察加州北部的区坠毁,造成10人死亡。 3人受伤,1人下落不明。Mibit,2012年5月9日,一架俄罗斯达达超级100型直线科机,在印尼西沼沙沙沈茂物线进行飞行展示时失事,机上40人全部遇南。 Mibit,2012年4月2日,一架俄罗斯民航客机,从俄西伯利亚城市,求您起飞不久后坠毁,造成31人遇南,另有12人生含。 Mibit,2011年9月7日,一架雅客42型科机从亚罗斯拉夫尔市机场,起飞不久后坠毁,造成44人死亡。 机上打载住俄罗斯著名的亚罗·斯拉夫尔,火车投兵球队成员。Mibit,2011年8月10日,一架安12月书记,在远东马加丹州坠毁,11人死亡。 2010年8月2日,Mibit,2011年6月20日,俄罗斯一架图134颗机在俄卡雷利亚共和国首富比的罗扎·沃斯克市紧急迫降时坠毁,最终导致47人死亡。Mibit,2011年8月2日,一架从克拉斯·洛亚尔斯克市飞,往一家尔卡市的安24颗机在里。 一架尔卡市机场跑到700米左右,驻入时坠毁并起火,可机上15人中有11人死亡。 萨拉托夫航空公司,萨拉托夫航空公司,总部,在萨拉托夫,距离首都莫斯科840公里。 2015年,在安检人员突查,18线机场坐舱内,有限杂人员后,他曾被一度禁止飞行国际航线。 2016年,该航空公司上诉并改变其政策后恢复了国际航线。